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你现在就揭装它 只会给自己吉愿 甚至来获端啊 水至青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土 讨厌一个人用不着翻脸 看情一个人也用不着揭穿 草操身心多疑 常担心自己遭人猛害 于是告诉身边人 我梦中好杀人 我睡觉的时候你们都逼得靠近 一天曹操睡觉时 被嘴从床上掉了下来 四重上前整令 谁知曹操立刻跳起来 把剑刷掉四重 然后继续躺上睡觉 第二天曹操醒来后 假装正经地问 谁杀掉了四重 身边人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曹操假装痛哭 病病人一定要后葬四重 曹操的主部杨修 谁是渊博 却常常说话口无测 锋芒毕露 朋友们都知 曹操的用意 唯有杨修自作聪明地说 不是丞相在梦中 是我们在梦中啊 此话传到了曹操耳中 不仅让曹操对杨修产生的看法 也为杨修最后的死埋下了祸患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你干不过的人和事 如果次次较真 只会让自己的心疲悲不堪 甚至你来获得 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 聪明不需要张扬 看起一个人也不用找揭穿 电影《姓名公》中有一个片段 特别耐人寻味 面对出轨的丈夫 小凤飞要她承认自己的恶行 没想到身为过来人的母亲 这年轻的女儿说道 你为啥要问出来呢 有时是啊 封在她心里像个石头一样 让她一辈子 她一辈子就会对你好 你要是问出来了 那只石头就搬到你心里了 记得刚看完这段时 只觉得这种做法幻妙无比 直到站在人生时日路口 费尽心思应得生活的各种难听 时我才发现其中的智慧 人生不是答卷 有些事注定没有答案 看心一个人不揭穿 不是因为懦弱而成熟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童话故事 是皇帝的新衣 勇敢的小男孩 在一群单人之中说出了真话 戳穿了皇帝的虚荣心 但生活不比童话故事 面对一些人和事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童言无弃的资本 而是看透不说透 看穿不说穿的智慧 有些人有些事 终将在岁月中消逝 切装他们可能会有意识的痛快 但看破不说破 换而却是一辈子的安宁与自在 作家张爱玲 往年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 而通信呢 也只有送起矿文美夫妇 而不是她的矿事闺蜜燕音 燕音幽默开朗 张爱玲才击逼人 两人在香港抽水是一排几何 互为知己 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 他们一起疼天论定 忘记喝茶 聊彼此的心事 关于他们的友谊 张爱玲曾动情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 燕音是无法替代的 但在四季更替之中 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 两人陈一同拜访胡适 胡适夫妇都很喜欢燕音 几人相谈甚欢 拜访过后 燕音打听出胡适 入林语堂有名 便告诉张爱玲 自己以后不过去拜访胡适了 同时在来信中 燕音总是不断夸耀自己 赚了多少钱 全然不顾张爱玲当时的落魄 对张爱玲的求助也无动于衷 彻底看清燕音的张爱玲 放弃了这份友情 她没有直接指出燕音的不对 只是燕音了之后寄来的信 她再也没有回过 陈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那么多的剑拔弩张 和撕破脸皮 看清了不代表非要戳穿 燕粉爱用不着翻脸 人生的高度 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 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东西 心里的宽度 不是你看透了多少人 而是你看透了多少人 苏氏少年与张纯交好 后运战舰和里程不同 导致两人践行渐远 或许是处于嫉妒 张纯三分两次的 踹夺胜意 让苏氏接连被读 看清张纯的苏氏并没有揭穿 她选择激情深水 失忆的生活着 在黄州 她入一个乡野村府般下地 烹酒 还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 可以说在别别的日子里 她没有被张纯的陷害所折磨 反而活得跟自由洒脱 如她失踪所说 事实一场大梦 人生嫉妒秋凉 钱财全是不可能得尽 但一颗豁达开养的心 却可以治愈一切烦恼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会放下别人的错 解脱自己的心 心理学家 二道乐曾说 我们的烦恼和痛苦 不是因为事情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交代这些事情上的观念 人生一世 祸兮淡福 多少次的分裂和戳穿 都未知语证明自己不屑于自然为伍 但珍珍的高尚 恰好是从接受差异开始的 某天有人求访孔子 到院内问孔子的弟子 一年有几季 四季 弟子答复 不对 一年只有三季 四季 三季 两人一直争论不休 就到孔子出来说道 一年的确只有三季 那人听到自己的观景 得了验证 便心而离去 弟子不明白 问孔子为何不结穿那人 反而顺着那人说 孔子解释道 感想那人一身绿衣 说明他是田间的炸猛 生于春天 猛于秋天 一身只能经历三个季节 从未见过冬天 所以在他脑子里 根本就没有冬天那个概念 你们这样真是没有结果的 如果不顺着他说 他怎么会离开呢 这个故事映证了一个道理 当我们遇到看不惯的人 没必要接穿或争论 接受彼此来自不同的环境 比观念本身更有意义 尝试不同的人 注定不是一路人 看破却不说破 竟然成就别人也能保存自己 无论我们在哪个圈子里 总会遇到看不惯的人和诗 如果总是轻易对看不惯的人和诗 轻易翻脸揭穿 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能在看不之后却不说破 看清之后却不揭穿 才是真正的修行 试试一场大梦 人生难得糊涂 是非人心 看头就好 病患离合不必强求 一辈子不长 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 才能补负人间这一趟 事实上在我过这么长个日子当中 关于看破不说破 看头不戳不戳破这件事情 其实我做过很多白痴的事情 怎么说呢 很多以前的时候啊 现在好很多 以前啦 以前真的会 看到现在你做明明就是不对的事情 然后 我就会想尽办法去跟人家说明说 你就是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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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不承认 你就是做错 你就是假 你为什么不承认 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住此类的东西 所以导致我在后期的时候 过得很痛苦 为什么呢 哪怕后期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但是跟这个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像一些 就是宣传的八卦之类的 都变成是我说的 因为我之前做过这样的事情 导致后来所有人家怀疑的时候 都先怀疑我 再加上因为 我通常会讲出来的东西 都是我真的经历过 或是我有着实证据 我才会说的 就哪怕别人说是我说的 人家直接会相信 好了 等到这件事情被人印证 然后这件事情是 是怎么讲 这些都是谬传 然后是一些绯闻 然后不是真实的东西 哈 都是你看 丢小话胡说八道什么之类的 你看吧 我是不是给自己买下了 很重的那个种子 这个种子 祸害了我非常的久 嗯 好多年吧 就是 包括以前也是 嗯 跟大家讲个比较小时候的事情 在国小四年级吧 那个时候 我也不讨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讨喜 这我真的不知道 嗯 我的同学不太喜欢我 跟我玩的人多半是男生 就是我们家辫子的小朋友 会去玩沙子什么的 然后 我的同学都不太喜欢我 包括现在跟我关系比较好 闺蜜啊 我同学啊 包括来台湾的那个啊 之类的 这关系不是很好啦 你知道吗 因为 我大约到国小五年级 大家稍微长大一些 然后我们才能玩在一起 才能玩在一起 之后就我聊起以前的事情 那当然再聊起以前的事情的时候 那已经是国重的事情了 那说因为我小时候还高壮 就是不管发生点什么小事情 我都要告状 嗯 这边发现我也要告状 这个我要告状 那个我要告状 变成大家都不敢跟我一起玩 因为大家都会有点小卓 就像干年小坏事 可是 我立马就 老师 那个是谁干嘛 老师 那个是谁干嘛 他们就没有秘密了 哪怕他们周末 相对出去偷偷跑去那里玩 我也会说 哎 那个他们去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我是个白木吗 其实我也不是 我只是小孩子的形态 就觉得说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脑子不够圆滑 然后脑子有病 那当然跟今天这个话题 还是有关的 因为它是延伸出来的 事实上有些东西 小时候小孩子 你无可厚非了 但是现在 嗯 如果我真的看清一个人 嗯 包括中间可能经过了很多事 我应该就是 渐行渐远不去理会 我也不太说破 以前我真的会说 我会指责 哦 当然有一天 如果你来跟我理论的时候 我可能就跟你 我就会把事情 全部摊出来跟你说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只是可能慢慢的 就跟你比较疏远 就不太接触 哪怕你跟我说话 我也爱W的那种状态 假装自己很忙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有些事情你做了 反正你也不会承认 我说了可能关系会变坏 可能会有很多 连锁的反应效应 那既然这样 我不如跟你进行渐远 这样也是保护自己的 一种方式 所以层次不同的人 其实没办法沟通 就我们常会 争论一些很无意义的东西 嗯 应该说 我们 我 我的 直播内容东西 强迫受到别的 左部的粉丝 异议 然后 我偶尔有兴趣解释两句 然后人家就会 看你读书故事 事情越毛越黑 久而久之 我延延不解释 随便你说 反正我觉得我高兴就好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如果有受到朋友 同事同学的欺负 或是迫害 迫害有点夸张了 也没有关系 迫害迫害你就长大了 然后以后出社会的话 你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你能承受住 很大的压力跟挫折 对自己来说 是有锻炼不是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那么明天中再见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